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无所导也。 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 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 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 为天为大为大啊!只有天最高大! 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忍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精骨,恶其体夫,空伐其身,情夫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仁性,争以其所不能。 道大道无情,生于天地。 大道无情,运行日月。 大道无明。 将将万物,无不知其名。 向明曰道。 新晋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知己事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要人无可推毁。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 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 成是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 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 我们只好看齐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似回生时。 我们会高庆地说天底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 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 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便是。 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 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 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泡汉宇宙合为妙自然。 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 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派出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新约约翰福音第一,三圣经创始起一点零一分。 -5-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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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1-5 神称光,魏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 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 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 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 就如大雅所说的音之为丧尸,刻配上帝。 诸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 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 即使诸子和橙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 基督教辟邪规政论,第五六节,老母娘清静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 可知天地之缘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 道德经,守母章第五十二天下又是,已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已知其子,复守其母,陌生不代。 皇母训子师界,三界为道独尊或独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界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五。 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信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他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 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天主佛于自信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时,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约翰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即西辽兮,独立而不在,周行而不在,可以为天地母。 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知名曰大。 大曰是,是曰远,远曰返。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狱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人。 大万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地尊为大。 在各处人,地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一一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道德经会成章,第二十五,皇母,老母,娘及世,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业,和华万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 老母,娘,慈讯,明明,灵灵,异殿,光上帝,赐,而真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旨,清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微,灵,理,至圣心,法,父贤良,三戒,法,与慈云,不失方,共母,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 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戒,十方,万灵,真,载,义天,明明,上帝,圣号之义,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 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是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 神的神,他,不再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声欲天,以运行日月,掌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聚之本性良知,如碧瑶之大人,于顺之道小,下宇之大公,文王之道德,周公, 老子之大财,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树,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牧圣之清真,观音之道词,世智之喜舍,文书之大志,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 传阳之谷之谷之弥陀之谷之智之门,五木之经中,等十方众圣三是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宣誓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 上